一杯不饱和的食盐水 加点盐饱和了 小瘦子说 饱和溶液比不饱和溶液浓 对吗 就这种情况来说 貌似是这样的 但是浓溶液 吸溶液 这两个概念和我们学过的 饱和溶液 不饱和溶液 是不一样的 在一定量溶剂中 溶质多就是浓溶液 溶质少就是吸溶液 那它们四个之间 有什么关系吗 看这个 饱和溶液一定浓 不饱和溶液一定吸吗 别急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20摄氏度时 20个水加入6克硝酸钾 恰好形成饱和溶液 什么叫饱和 再加固体就溶不进去了 给它加热到60摄氏度之后 再加5克还能溶 说明这是个不饱和溶液 显然 它们俩都是20个水中 溶了6克硝酸钾 浓度相同 但是它饱和 它不饱和 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 溶液的饱和不饱和 与温度有关 而溶液的浓溪和温度没有关系 反过来 浓溶液一定饱和 溶液一定不饱和 对吗 再来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在60摄氏度下 20克水中加20克硝酸钾 得到不饱和溶液 但是同样温度下 20克水中加10克氯化钠 就已经饱和了 它不饱和 它饱和 但是它浓 它稀 所以这句话也是错的 溶液饱和不饱和 还和溶质的种类有关 而溶液浓稀 只和溶质质量有关 和溶质种类没有关系 所以嘛 饱和溶液 不饱和溶液 浓溶液 吸溶液 这两种概念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是吗 别大意 看这个 在一定温度下 在一定量溶剂中 不断加入同一种溶质 刚开始是不饱和的 肯定是越来越浓 饱和之后不再溶解 浓度也就不变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饱和溶液确实比 不饱和溶液浓 也就是说 在同样的温度下 同一种溶质的饱和溶液 比不饱和溶液要浓 那和溶剂的量有关系吗 这是一小杯硫酸酮 饱和溶液 这是一大杯硫酸酮 不饱和溶液 它 比它浓 可见 这个规律 和溶剂的量没有关系 总结一下 饱和溶液 不饱和溶液 浓溶液 吸溶液之间最大的关系 就是它们 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在一定温度下 同种溶质的饱和溶液 一定比不饱和溶液浓 你学会了吗 可可大